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成前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 大水翻译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当我们犯错之后 第一个反应通常是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因为我们都害怕承认错误可能会受到惩罚 所以想透过说谎掩盖自己的过错 但是俗话说只包不住火 我们的谎言总有一天会被别人发现 神是全能的神 祂知道我们所犯的错 也希望我们向祂说实话 可是神要我们承认过错 并不是为了惩罚我们 而是要赦免我们的过错哦 当我们诚心的来到神面前做悔改 认罪的祷告 祂就把我们从犯错的羞愧中救出来 帮助我们重新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能面对自己的错误 并且努力改进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要向祢承认 我常常会不小心犯错 也很难向祢承认 我所犯的错 求主帮助我 能诚实地面对祢 不隐瞒我的过犯 我知道祢是慈爱的神 一定会赦免我的罪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